第十九屆世界田徑锦标赛于8月19日至27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市举行 来自蒙古国的奥伦巴亚尔、斯尔奥德、宾巴扎布和赫西哥赛汉等四名马拉松运动员参赛 在田径史上,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参赛选手最多的国家 据悉,蒙古国工训运动员斯尔奥德连续11次参加世界田径锦标赛与两名葡萄牙运动员兵驾齐驱 但两名葡萄牙选手是竞走项目运动员,而斯尔奥德则是马拉松赛跑运动员 已连续11次参赛佳绩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自2022年以来,斯尔奥德共参加了74场马拉松比赛 他是蒙古国工训运动员,亚金赛经营牌头主 曾五次参加奥运会,以及如果能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 就将成为世界上首位参加六届奥运会的马拉松赛跑运动员 世界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在其体育专栏上就这位蒙古吉尼斯 创造者进行了专题报道,他曾经说过 我每时每刻都进行排练,不管在炎热、寒冷、下降雨雪的天气 我都不断进行训练,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继续往前奔跑 这一切都得到了回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